头盔先下一城 第一局输的时候 有一点点低落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打比赛优势 往往是在后面 因为我的体能比较好 体能不太行 你让后面两局有机会 而且 而且造了犯规 他现在我在旁边 一直给裁判压力呢 我问一下 就前一分钟 一天挺住过了 前一分钟挺住了 争取能多打进几个 往里面杀伤多打进几个 造犯规都OK 能造了犯规 造犯规 能打进打进 后面你就可以用一些 策略的防守 就是左防三分 最后我一定要干扰他点 要不然 手指手指 不能让他就那么直接投 开始吧 好 第二局比赛 郭凌川先发球 他肯定要慢慢运球 磨了头盔格 我感觉 我希望他磨时间 他磨时间的话 其实对头盔有利 郭凌川 漂亮 就这么打 好球 郭凌川进入状态了 三分 这个硬币没有翻到头盔想要的那一面 郭凌川 盖一 头盔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 三年了 确实没有赢过他 总在寻求一个赢他的机会 郭凌川得分有效加阀一球 郭林川这局不错 踮进去了 正常防 正常防 有脚步防 好球 落地的时候砸到什么了 摄像机 天哪 头盔的右膝盖 在去年经历了他的篮球生涯最大的一次伤病 前交叉断裂 不要 不要 我第一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你要自己坐一下行吗 没有 没事 不行不行就 没有 不能要操 没事 希望没事 希望没事 只是撞一下 坚持他有一句信念和口号就是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也会选择继续打 但是可能作为教练 不一样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一种 保护欲望 我不想让他身上受太严重的伤 凶狠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你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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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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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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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球 七比二 郭林川领先 加油 不要放弃 也没关系 才差五分而已 两次进攻就回来了 加油 头盔哥 头盔 第一手上篮 好 还剩一分零三秒 加油 再放下来一个 最后翻过来 最后翻过来 我们全场得炸 过林川 中距离 两分拔 没有 哎呀 不要投啊 打自己强项 郭林川啊 这是一个机会 太着急了吧 后阳 顽强的头盔哥 把比分拉了回来 还有十九秒 没关系 防一完以后你还有时间进攻 兴电机会 这个必须得进 要不就不好说了 放手放下来 这一局对郭林川而言 必须要赢 郭林川 这一局对郭林川 这个球进了局势就不一样了 这个球进了局势就不一样了 这乱个脑子啊 好 机会来了 三秒 哎三秒钟 三秒钟 打一个 机会来了 啊 我好激动 三秒 好 盖了 好 郭林川赢下了第二局 7比6险胜 你现在就是体能的问题 别的我倒都没什么能力 然后你的所有的投篮没有进的 全是平的 全是浅 全是浅一点的 因为体力方面来说 交换体力太大了 所以从第三局一开始 来说就比较艰艰艰难 这局还是你发球 一两千把他打松 要不然你俩一个不进 两个不进 三个不进 到最后面终于起势 好了 开始吧 来了 第三局 头盔哥外号单挑中阶者 陆综王单挑46关 郭林川外号球场硬汉 陆综王28关 一个28关 一个46关 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啊 头盔第一攻 头盔 win or go home 左手漂亮 非常简洁实用的动作 左手一步 加速之后换右手上篮 头盔今天确实给他的 耍花活的空间太小了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实战功底 展现出来 而且毫无保留 三分球 三分球 啊 没劲 他平时不投三分的 今天投那么多三分 二比零 二比零 头盔 后撤两分 后撤两分 来了啊 杀人的眼神来了 他得后撤可以啊 看看郭凌川怎么选择 还是选择三分球 试探补一步之后球进 郭凌川用相对省劲的方式 来快速的上分 郭凌川心脏够大啊 看看头盔 也是还一个三分球 没有记 高一点太低了太低了 好